韓國天王Ring再次集港 當然會有很多粉絲來到機場接機 而機場保安方面亦不敢鬆懈 一早就在機場秘密通道 到設置一些圍欄維持現場的秩序 Ring貴為韓國天王 每次出巡必然掀起轟動 有消息指Ring將會在明年四月復兵役 暫別在職 粉絲們都特別珍惜見到Ring的機會 這日Ring登陸香港展開為期三日的演唱會宣傳 在千呼萬喚之下 身穿棍綠色外套的Ring 隨隨步出入境大堂 雖然戴上太陽眼鏡 但Ring態度友善 不斷向大家暴耳微笑 即使一身變服 Ring依然非常有型 令到在場的粉絲尖叫連連 在粉絲與保安的互送之下 Ring由VIP通道離開機場 一路上Ring保持笑容 還很親切地和大家打招呼 雖然機場方面已設置鐵馬 做好保安措施 但場面依然非常混亂 為了可以和Ring有近距離接觸 粉絲由四方白面一湧而上 退縱之下更有粉絲跌倒 就連記者和工作人員都有肢體碰撞 幾經辛苦 Ring終於由22名保安護駕下離開 Ring離開香港機場之後 隨即坐車來到九龍區酒店 而她的一班Ring迷就由機場跟到酒店 希望見到Ring一面 Ring很不容易先離開機場 但酒店內已經有大批粉絲在這裡守候 不過等著等 最終粉絲都未能見到Ring 相信她已經由秘密通道回房休息 其實要遇到Ring的英姿 還有很多舒服得多的方法 接下來除了演唱會 由Ring主演的荷里活電影快上映 這次Ring飾演一個忍者殺手 為了這個角色 Ring每天都要用5個小時 和300人的武術隊進行武術訓練 務求得到最好的演出 收起可愛的笑容 做殺手的Ring 一樣都是這麼帥 在這瞬間 這時刻 是來自你證明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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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